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浦, 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桑浦论正 今天已经去到6月16日的凌晨时分了 希望大家收睇到桑浦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 以及使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昨天,6月15日 大家心里都会记住梁凌杰意识 而在金钟,大家知道他在五年前堕楼的地方 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有不同的表现 有摺纸的纸殼 亦都有 讲到你们开了却散落四周的一些字条 亦都有人穿了黄色的乳衣 即是黄色的乳衣 因为正直香港就是下着乳 穿着乳衣,穿着黄色的乳衣, 犯法吗? 然后用我的遮掌, 撑着另一个人 我觉得这种 小型的 纪念 或者叫做行为艺术也好 这个是温存着香港人心不死的精神 亦都是讲给全世界知 香港人 是在做着日常生活的不合作和对抗 我们依然都不会忘记良宁结义事所做的事 反送中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之后 五年前的 今日 即6月16号 200万人 黑衣 大游行 破了全香港纪录 香港只有750万人口 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不分 老友不分 究竟是不是 寶寶 或是 就是 老药婦孺 或者老药 男人 也好 四分之一以上的人走出来 这个是破了纪录的 而这件事 使得 整个民情 是处于一个 比较 洶湧澎湃的状态 而 当时的林郑月娥 拒绝撤 逃犯条例 依然 门罕 想闯关 这件事 如果当年 他肯去撤回 即是正如他几个月后 所做的撤回 事件 未必至于一法不可守守 而今 我们看到很多事 陈陈 相恩 结果就是导致到 有一个很大的 一种 抗暴的运动 我们 抗拒 警暴 的行动 一直持续到 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都是历史 无忘初冲 拒绝遗忘 我们希望 终于一日 我们会 回去 We will be back 而所有留在香港的人 也希望大家 拒绝遗忘 温存信念和希望继续走下去 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中国的新闻 中国新闻 不免和习诸头有关 我们上一次 前几次也说到 习近平有7亿的财产 但是有几个 Caveat 怎么自7亿那么少 YES OK 另外 7亿的统计到2012年 12年前 换言之 他真正的财富 无论是 涉及彭丽媛 澤明澤 或者是 大家姐 齐乔乔 她的姐夫 邓家贵 他们的女儿 张燕南 这些钱 相当庞大 怎止 7亿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今时今日 你看到 中国的问题相当严峻 你说有没有更新的数据 可以很多蛛丝马迹看的 我想后面加两个零 都不为过 而且很多的持有的地方 不是 他自己独自持有的 很多的亲戚 甚至没有官员 甚至没有其他的人 跟他持有 以前那些女人 他那些女人 就是 习近平 他的 七个女人 什么梦说 帮他持有什么 你就不要跟我问了 大把 大家看回 沈栋的红色轮盘 红色赌盘 这本中文书 英文书叫 Red Roulette 它是翻译英文变成中文的 那我看回到 温家宝家族是怎么样 当然看沈栋 专门 是帮习近平 专门 专门不说 太多他的事 但是当然大家知道 他不贪 仙旗 就是 反复 从而都是权斗的代名词 所以在共产 专制极权之下 这种不平等 这种权贵的 霸凌 只是 无日无之 近日 中国 亦都是 气象台 表示 有很多 问题产生 尤其在北京 大家看到 非常 奇怪 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 很奇怪的地方 北京明明到了夜晚 都依然看到太阳 而且太阳无比闪耀 今天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大家想想 很反常 根据中国中央 气象台网站 这个14号的显示 在14号的6点钟 发布高温 黄色预警 暴雨黄色预警 大露黄色预警 强堆流天气 蓝色预警 那么 这些情况 你看到 是白天 你看到 新疆的南疆盆地 吐鲁帆 陕西中南部 山西南部 河北中南部 山东中南 中西部 河南安徽大部 江苏中北部 江湖北大部 湖南西北部 西四川盆地 北部等等 河南北部等地 有35-36度 天气 而最严重的地方 涉及到 新疆南军 姜盆地 吐鲁帆 陕西关中 山东南部 河南中南部 安徽中北部 江苏西北部 湖北北部 西部 重庆东北部等地 是37-39度 其中新疆吐鲁帆地 局部地区4日 其实这些数字 基本上都是造假的 实际上数字 往往高于这个数字 因为你要知道中国的特色 就是 遇到高温的时候 绝对不会说40 一说40要停班停放 于是 所有的数字 故意质低 会言之 现在中国 好像地深红楼一样 相当热 另外 很多地方 都有强对流的天气 暴雨 各方面 强降水 什么都有 这些我们就不说了 肯定有一点就是 有一个 X账号 罗祥 就有气象异常 影片 北京明明到了夜晚 仍然看到太阳 太阳无比闪耀 那么 也有一个账号 飞飞4.0 分享了影片 雷电打在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塔的 鼻雷针上 就是 很多东西 something is going wrong 而我想 国之将亡 其来有志 大家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 很多的照片 分析到 古怪了 我不是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 潜伪之术的信徒 你都不是相信那些什么 但我只是说这些什么证明到什么 不是环保问题 不是GRETA的问题 而是 有些事情 some science showing 这个国家出现了问题 OK 我想这个国家出现问题 有几件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我首先就讲下有些关于 习近平的一些 新闻 大家知道 习近平最近有一个语出惊人勢不忧 但是这件事发觉到在中国网民方面 相当反感 怎么这么说 习近平持续层层加码专制镇压 对企业 监管越来越严 扼杀国家的经济活力 持续 影响力持续拡大 大家知道 他上个月 5月23号 召集企业家座谈 当场提问 中国有一个企业的 独角兽 独角兽企业 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即是独角兽企业 新增的数目 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消息 他问这个什么问题 消息一传出之后 有初创企业的投资人 很酸 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最大的问题 获得 广大的中国网友的共鸣 而杂猪头想借座谈为民间企业打气的结果 识得其反 甚至引起外国媒体的关注 是突破什么 尽味帝有说 何不食欲 近有杂猪头 问为什麽企业 没有增加 增加数目下降 增加速度下降 那你问一问这个问题 何不食欲 他的问题是一模一样 所以他是什么呢 表面上他是暴君 实际上他也是暴君 但表面上的猪头 实际上都是猪头 你问这些问题 你不觉得好笑吗 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那就是因为你 Because of you 你怎么限制民营企业 怎么做事的 保守国家秘密法 是不是反间谍法 动一下就可以充公来的财产 你问一下那些马云 你问一下那些什么鬼 许家印看看他觉得有什么结果 那些白手套都已经这样了 中小企业 说封就封 说不封就不封 说撩鼻就撩鼻 说不撩鼻就不撩鼻 跟着随时可以将你 全部化为乌有 又要搞社会主义保障住房 事实上是什么呢 全中国变成大监狱 一间斤是监仓 你要给租责的 还比你更坏 这个就是今时今日 习猪头的一种做法 所以他的做法不得人心 《华尔街日报》是以 习近平问了过关于 这些独角兽的问题 企业家们就直摇头 就是感到废解的问题 作报导的 他说习近平亲自自飞 亲自部署 亲自提出这个废问题 令人对他的治理中国经济的方式 更加困惑 依中国的定义 而独角兽企业是市场股值达10亿美金的民营初创公司 当然 拿到10亿出来 就已经卷款潜逃了 还初创做什么 存款在银行 你都拿不到出来 走资 找其他地方 塞了钱 就算你不是 把钱拿到床下底 都好过什么 你怎么会说独角兽 还要投资这地方 是不是浪费 蚊是多余 习近平当日召集了一批 经过挑选的企业家进行座谈会 希望为他的政策重创的企业民企打气 识得其反 他听到了与会企业家关于创新和投资的一些 创新和投资的一些发言之后 当场这么问 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但是中国党媒报道中没有提及与会企业家如何回答习诸头这个问题 之后中国网路上立刻涌现了大量的分享和评论 有些回答和观念非常直接了动 新浪微博上 有人反问 难道不是因为你 难道不书因为你 有人质疑 早晚要被国有化 谁愿意投资和扩张 这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讲的 Speaking the common sense 一名初创企业投资者就说 最高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惹了很多人广泛的共鸣 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在投资人眼中这个问题代表了领导人认为自己的政策没有任何问题 因此做任何的实质性政策的糾正的可能性都极小的 不然之 浪费气了 不要原木求鱼手朱台道 判断老夫不食人多余 报道也提到 习近平 常被视为一个世代以来意识形态最强的中国领导人 他不信任资本力量 多年来一直是揭力确保民营企业 遵循共产党设定的事情和目标 对他来说 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毕竟中国制度一直由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主导 而且长期以来 中国企业家都听命于中共的指挥 报道指出 中国几十年来一直令到民营企业的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习近平背离这条路线 强调党的控制高于一切 意味着中共将会加强资金流动的引导 对企业家和投资者和获利能力设定更严格的限制 在一些情况之下 中共甚至试图接管当国认为失控的企业或部门 将纳入国家控制 而中国政府最近处理房地产的危机方式 就是好好的例子 而在一些IMF 即是国际货币基金和经济学家看来 中国政府最紧逼的一幕 就是制定全面计划 帮助陷入财困的房地产企业债务重组 令到银行和其他方面的相关方承受损失 这些举措虽然痛苦 却能恢复社会对市场的信心和 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 却希望复兴社会主义住房观 刚刚讲到 令到国家重新掌管房市 全世界所有的房屋 全中国所有的房屋 变成大监仓 还要你给钱的 租的买的都要的 所以看到这个计划是完全荒谬 甚至将一些民营建案改作廉租房 或某些地方可以有条件出售 由经济沙皇称号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和何立峰 日前是一场会议说必须认识房地产工作的人民性和政治性 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经济的产物 要人民性政治性 荒谬绝伦 即是说习近平的做法可能大力的问题是现有屋主的房产权益可能受到威胁 对任何政府来说尤其是对于坚持房地产人民性的政府来说 这个都是一个棘手问题 一些中国高级官员甚至暗示当局将加大力度打击助长开发商高风险行为的力量 例如银行家和金融机构这种猎巫行道witch hunting 以及最高领导人向企业家抛出的上述问题 似乎很难成为解决民营企业信心下滑的良策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可以怎样呢 没有的 你一日就继续捧集捧下去 事实上就是准备变了猪头 OK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杀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种杀官呢 就是香港经常说的 就是死全家 杀官又怎样死全家呢 中国乡村基层 因为村干部处事不公 周不时都会出现村民刺杀村干部的暴力事件 据已知的消息 中国自5月以来 华北东北连续发生多次的村干部被村民灭门的案件 起码造成26死16伤 我相信数字是以百倍千倍这个数字来说的 因为共产党报得出来 证明就是说呢 他想恐吓一些人不要再杀官 报个很小的数字给大家看 事实上数字肯定会比这个多 事件发生之后呢 中共的武装部队加强巡邏维稳 有个X的推主就是张立凡就说呢 杀官现象呢 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已经到来 基层民变开始了 可能会形成升火之势 这一点是重要的 民变开始来了 而且要那些官死全家 不是要是真是使得他们死全家 这一点是越来越重要的 网易的网友说呢 开始了人民不再跳河了 最近辽宁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农村 连续发生杀官的现象 首当其冲的就是村支书和村长 即是村的党委和村长 杀全家 不是杀两个人是杀全家 X的推主Terence Shen 自己也发出 对派出所的自杀式襲击的影片 一部车由侧面撞毁整个派出所 之后爆炸 显示中国基层民众走投无路的悲哀 玉石俱焚 你死我亡在所不惜 不过这段影片的发生日期和地点 未明确标示 仍有一代查证 另一方面 另一个推主叫做威君 威君 ZH 发布了中国武警秦佳的影片 表示 中共国吉林省长春市 武警部队武装到市区常态化巡落 中共情愿天文数字花下去维稳 花钱维稳 也不愿意改善任何民生 这是固然的道理 悲之无甚高论 你看到 事情正在起变化了 如果你对这件事还有一些新的坏的话 可以告诉大家 这种所谓的问题很严重 另一单新闻 撞死19名的拆迁人员 用铁锤击杀欠生的尝试 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 岁月正好躺平的时代 好像慢慢慢慢开始有些側变 这种側变就是很多人被逼上绝路 地方的官剥削人 这些人采取了激烈的报复手段 而这种复仇手段就变成了人民的英雄 这种情况有些像一个王朝的末期 李志诚、张献宗的情况一模一样 所以明末三大寇的情况开始慢慢出现 有个推主叫做沐浴 沐浴的沐浴的沐浴 沐浴的沐浴是太阳的羊 他在X分享影片说 日前沐浴在沐浴省郑州市 一名叫做刘大闹的男子 自家遭受强测 一起之后开车 撞死19名的拆迁人员 撞死19名 可以说基本上是内回轮 撞死所有人 被当地的法院判决死刑定限 我想这个姓刘的男子 当然他觉得他赚了 周处除三害 不知除三害 除了二十害 除了十九 加他自己 二十害 由于中国国内的很多情况 都发生过强测事件 大量百姓都对强测十分反感 对于刘先生的新闻被公开之后 影片中有很多网友发表评论 说刘大刘大闹是中国人的英雄 希望英雄能一直走下 希望英雄一路走好 也有大量的网友愿意捐助他的亲属 帮助他们走过难关 证明这件事是民情是非常澎湃和洶湧的 并不是说他的事 于是乎就是个个不支持他 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有阳阶事件 上海冲进去警察局 不断杀死警察 当时很多人去骂他 到今时今日 有些末世纪的风情 没什么人骂这些人 这件事对不对 你问我做律师的 只有一个答案 就当然是杀人罪 但为什么会有杀人罪 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难道不正是同情吗 是不是 不是郑雁雄说 不能以年魂的身去取代心 去取代法律尊严 如果你没有年魂的心 你都不需要再有法律 人家就一下子推翻你 郑雁雄都会死全家 推主萧安就分享一部影片 说北京水厂的一位员工 因为长期被拖欠工资 一气之下 就对厂内相关单位的干部发动襲击 影片中一名男子原先是和劳资处长 谈论积献身资相关的议题 但这位劳资处长似乎不打算认真处理 直接拿起手机电话 那名男子很生气 就是兜到劳资处长背后 并拿出了兜里面 预先藏好的铁锤 直接拖向劳资处长的头 在连续几次攻击之后 劳资处长直接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了 很多网友回应 人类的密集历史已多次证明 只要你 你不让百姓好过 百姓就令你都不好过 其中一名网友说 永远不要欺负老实人 老实人的心中都是一尊佛 佛压着魔 如果推倒掉那尊佛 就要面对重新爬起来的魔 也有网友用中国国歌的歌词 此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呼吁民众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就是挺身对抗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就说 香港人 看路了 我就说 包括一个在海外的一个离散港人 我都觉得 我见这几个星期整个风向 中国的民情 是有比较大的变化 我经常说 我不是既希望中国人 可以创立一个民主自由制度 No 但是中国五千年 不是五千年 二千多年的历史证明 做法是必然的事 几百年一次 甚至几十年一次 尤其中共这些暴政 比当时元朝更厉害 元朝都89年 那你中共今时今日 你想想多少年 好了 现在这个时间 是酝酿的一个大变化 就是我刚刚说的天降异仗 人又喜宜 要一些黑警 黑官死全家 我想这件事 已经开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步 而压迫 依然是纏扰着很多人的 例如中国要外送员 感党恩 听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这些全部是那些美团那些 就是专门开车送餐的人 要他们感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另外需要推动成立外送行业的党委 那这种做法就很好笑 共产党连这些网约配送员 都要做群体党建工作 全国去年超过1200万人 他觉得这帮人管不住 因为他们mobile 而且随事可变 所以共产党很害怕这帮人 共产党也很害怕这帮人 害怕到鼻孔都没有肉 这才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种杀官的情况 当然越来越严重 但是共产党是否代表他 里面是没有权斗的呢 或者里面有些很不稳定的情况 越来越多 最近三中全会 下个月就即将在北京登场 7月登场 我们之前节目都说过 这个敏感时刻 现在换人 负责京基安全保卫的北京维树区高层换人 令人相当觉得很关注 这个时间换人是为什么呢 表面上是之前负责北京维树区 树就是树边 即是横衰点树无中空 点就是树 横衰点树 这个字是中空 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所以这个围树区树边 即是注册防卫边境的意思 围树就是保卫和树边的意思 在中国的情况里面 其实2015年是有军改的 军改的情况 就导致了一个局面 就是全国的很多的军区 那时候有七大军区 基本上完全没有他们直接的指挥能力 不归陆军管 就归中共中央军委 里面有一个叫国防动员部去直接管理 以国防动员部直接归中共中央军委的头杂猪头去拍板 出权力收归中央 地方不能拥兵自重 各省的军团基本上都要听令于刚刚讲的中央军委的国防动员部 唯独是有三个例外 新疆军区 西藏军区 和北京维树区 北京维树区就是保护哪个 保护这些杂猪头和红二代 权贵家族 中常委 常委 还有那些中央委员 北京维树区 北京维树区 西藏军区 新疆军区是直接属于陆军的 目的是什么呢 它们比较flexible volatile 可以随时 更加agile 更加agility 增加它 使它更容易 可以去出动 去打人 不需要 层层暴批 这个就是杂猪头 按摩的军改 这件事呢 就导致到什么呢 北京维树区是重要的 北京维树区之后 当然它替代不能在中南海里面 都会习近9班人 但北京维树区的重要性 其实想一想 在8964的时候 完全看出来 是不是 那这27军 32军那些 你自己看历史了 全部已经讲得很清楚 北京维树区 勤王之师 不能是缺带权旁落的 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朕的手中 皇帝的手中 那今时今日就换人 有一个人就叫做张凡迪 他说六十岁 就说要退休 其实六十岁退什么休啊 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 就换了一个新的人 一个陆军少将 就叫朱军 朱 朱元彰的朱 朱军的朱 朱军去处理 但你找到的 明报 6月9日的报道 从公开渠道 难以找到这位陆军少将朱军的所有资料 这些所谓的玉林军 勤王之师 朱军是否等于习近平的亲信 定说他要斗夸张凡迪 之后用朱军揽于充数 不得而致 但这件事令人看到 共产党的内部 似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是没有办法去排除的 我们再谈谈杀官的情况 涉分情况越来越严重 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一个叫做武汉 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和山西深远 就是三点水 一个心 就是心脏的心 山西深远的政协主席都被杀 官营共享的电动车也被民众破坏 那怎么这么说呢 X的帅号Daniel Fang 就在6月7日表示 奉升 池都男子在江汉区常青三路 江汉区是什么地方 武汉 武汉江汉区常青三路 某个宾馆门口企图商人 随后离开现场返回中屋处 武汉市的汉卿派出所副所长邱建军 率领很多人前往冯姓男子的租屋处 要求他开门投案 想不到冯姓男子突然开门冲出 并且用刀攻击众人 警察迅速退出屋外 之后邱建军要求租人退后 自己这个副所长单拖入屋里面 跟着冯建军就和冯姓男子 邱建军这个副所长和冯姓男子 成功来搏斗 邱建军在过程中伸重十五刀 冯姓男子趁机逃出屋外 邱建军需要展开追逐 但因为伤重倒地 最终冯姓男子被后续赶到支援警力制服 失血过多的邱建军送已之后 呱老陈 这个就是黑警的下场 另外山西纳追香港黑警的缘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借口 到时候结论都一样 山西省深远的政协主席郭建宇 他深远某一个居民小区被嫌疑人安耀雄 当街迟刀行刺之后 瓜老陈 郭建宇被杀可能和多年前担任乡镇领导期间 和空手指根所涉及的拆遷糾纷有关 也就是和钱和产权有关 除了企图杀人之外 还有共享电动车被破坏 X的账号德潤传媒表示 中国经常收缴民众的电动车 为什么收缴这些电动车 逼民众去用共享电动车 即是public的共享电动车 可以赚钱 现在民官窮财尽 要剥削老百姓 石鼠石鼠无食我书 要吃光老百姓的钱 才可以赚钱 连共享电单车这些钱都要剥削 于是禁制你用自己的电动车 要用就要用公家给钱的共享电动车 愤怒爆发的民众毁坏了共享电动车 令它成为废物 这表达出无奈和愤怒 中国自责民众的电动车 以引发火灾祸 但没有相同的态度 去对待共享的 共用的电动车 中国只是找一个理由 赚取民众的钱财 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民众反起反抗 当然理所当然 所以看到情况已经去到一种所谓的官逼民反的境界 我看回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烂尾楼在 投资爆雷 我甚至在外面做台湾的一些政论节目 都反复讲过这一点 由烂尾楼P2P维权被镇压 你看到X帐号有很出名的李老师不时的老师就说 中铁云和春天楼盘烂尾四年 至今仍未封顶 大量的业主聚集在贵州售楼处维权的时候 被警察按捕 相关的影片显示 业主们都被警察按压在地上动大不得 有一位民众拿手机拍摄的时候 警察甚至指着他大闹 除了贵州之外 浙江杭州都有类似事件 杭州的杭宇城小区 业主在交控集团合法提出诉求 要求楼管复工 恢复原先品质 虽然业主们表达诉求期间 没有拉横、没有游行 但仍然有部分业主被警察拘捕 他大声叫警察打人 照样拉你 远在东北的吉林的长春市 信访的门口 仍然有大量的P2P平台的长春冠群 辞呈爆雷受害者维权 相关影片的警察们在一旁待命 仍严格看守民众 这些全部都是在网上 甚至YouTube有关影片 大家可以参考大家可以看 我发觉到 你做官 你怕别人去袭击你 然后你去镇压人 你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很威风呢 是不是 有时就觉得 喂不是啦 自己都要谋后路 自己想走的 问题是跑不跑呢 不好意思 中国有出境管制 尤其管制的官 你不要以为 林郑月娥 梁振英 李家超 邓炳强 这些死PK 以为他们可以随时出国 No 中国出境管制是无比 严可和返复的 人的护照会被强制封锁 申请人唯有经历一连串的 审核程序才能使用护照 在核准过程中 申请人需要说明清楚 旅程的每个环节和细节 而中国官员的限制更严可 不过局长主任层级以上的人都会受到更严格和长期性的限制 我相信这些限制是揽炒全家的 不只是梁振英 还有他们的龙虾和全部的那些人 落祸的 你别以为不需要暴庇 都说局长主任以上都有了 你那些国家领导人 什么特首 不会先期 局长不会先自期 为了避免官员卷款潜途或叛途 1999年中国颁布首个海外旅行法令 2014年习近平进一步扩大管制 令中国公安部发动猎虎行动 追捕境外逃亡人员 去到今年都没有停下来 2月修正保守国家秘密法 将掌握机密资讯权限人员的海外旅游管制 置于国家层级 针对中国不断强化出境管制的一件事 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 中国内政专家德林豪心表示 中国的举动除以妨碍旅行自由 也会减少民众和其他国家人民的互动机会 令人被困在意识形态的同温层当中 一个西南部省份的官员透露 他想前往英国参与儿子 在牛津大学Oxford的毕业典礼 但是申请被驳回 理由就是这里要求的日行没有先例 没有先例 悲哀的是 当而知后来到香港工作 想探舌的他 申请去到香港又再次被拒绝 This is China 你说是否有一国两制呢 香港变成了一个监仓 但是中国的官员要探访你的监仓 需要申请permit 不代表香港有一国两制 那你说监仓是否一国两制呢 那你可以这么说 如果这么说的话中国有很多制 很多监仓 所以我就说 香港已经完蛋了 但是香港没有完蛋了 香港人还没有完蛋了 那我看回回应不安 节目开始说的 那么多人都继续在这个 6月15号去为这个梁宁杰 去讲出真话 我会觉得是相当难得 就是我觉得很深深感动 就是不只是为梁宁市感动 也就是为今时今日留下来的香港人 无望初冲拒绝遗忘 温存信念 继续有燃点希望 做日常生活的表现 反抗 不合作 指现我们的精神 这件事我是深深受感动 而我亦都给我最大的力量 继续做这些节目下去 希望大家暴力加油 我们下一次再见